聖秘戶十世音樂學院7月29日 舉行梁彭惠韻曲集新書發布會 邀請到校監澳門教區劉嚴新神父 該曲集的作曲家秦啟智先生 阮慧玲博士 郭品文老師 以及李慧芬老師出席 聖秘戶十世音樂學院院長沈永堯表示 為學生們出版一本作品集 是學院多年來的願望 適逢今年為學院60週年院慶 因此 今年就編輯了梁彭惠韻曲集 他亦提到曲集以歌院學生為主要對象 曲集包含了不同深淺程度 以及不同風格的歌曲 除讀咒外 亦有四首聯彈及多重咒等 更邀請作曲家們提供樂曲簡介 以幫助彈奏者加深對樂曲理解 他認為該曲集 亦是具有濃厚澳門文化風韻的作品集 學院希望透過曲集 若學生既可以涉獵不同風格的樂曲 亦能接觸前輩們的作品 學院的歷史 從而加深對學院的歸屬感 發佈會亦安排了歌院不同級別的學生 現場演繹多首曲集作品 包括耳熟能場的歐斯達神父作品 《小妹妹舞曲》 亦有史超域邦娜的《漫步藍環》 會上亦由校監劉嚴新神父 向各曲集的作曲家、嘉賓 以及表演學生進行贈書儀式 發佈會最後一眾出席嘉賓大合照後結束 學院表示 由去年年初已開始前期籌備工作 經與音樂顧問林敏柔博士相討 考慮到目前本院鋼琴學生人數 以及可選擇的鋼琴作品數量較多 因此決定今年先出版鋼琴作品曲集 希望將來能繼續編制其他樂器的曲集 但有部分曲目較為複雜 尤其涉及重奏的 故此需要更多時間籌備 由天主教澳門教區出版 聖秘戶十世音樂學院編輯的梁鵬慧韻 聖秘戶十世音樂學院曲集鋼琴篇 然於歌院發售 售價為澳門幣160元